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天桥的重大消息 本主日我们要攻守圣餐 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 使我们的罪被赦免并得着他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 好好的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的祝福 天桥教会合一敬拜祷告会 定于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七点半开始 同时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圣餐周 还有当月的门徒训练的总分享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 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半开始的祷告会 2015是天桥教会伯特利祷告元年 我们将教会目标 祷告传福音VCC E3 也融入广播节目中 欢迎您于每周日收听 清晨八点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精彩讲道集 晚上十点 真情相遇 弟兄姐妹们的感人生命见证分享 十一点古典月心灵鸡汤 欢迎大家在FM89.1南都广播电台收听之外 也前往FB脸书台南天桥粉丝专页下载 我们要举办天桥之美摄影大赛 你可曾用心观察过天桥教会的美 不管是牧师讲道的神情 或是会众敬拜的投入 或是教会环境的特色 我们都可以透过照片来述说它的美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比赛 让天桥的特色更多的被发现 活动的办法就是每个人投稿一件绝的 最象征天桥的美或精神的照片 照片的规格要在800万画数以上 你可以拍摄教会的人、事、物 并用20个字以内来表达拍照的缘由 也要请弟兄姐妹配合 在主日拍照时请勿站上讲台 或任意的走动 以免影响牧师讲道以及聚会的品质 录取的作品将刊登于教会的布告栏 让弟兄姐妹一起来票选 票选出来的前三名 由林牧师来颁发奖金及奖状 第一名的奖金有5000元 第二名3000元 第三名2000元 比赛的内容将刊登于海报 以及台南天涯教会的脸书 我们要欢迎喜欢拍照的弟兄姐妹们 赶快向干师弟金来索取报名表 以及报名的简章 电话是2970882 我们旁边的草不割的道理在哪里 因为草不割其实草 像我们这就是叫冠枉 这冠枉 这冠枉就是其实对土壤里面的这些有毒气体 底泥的有毒气体 它可以把它吸收起来 把它非发出去 其实草不割是我们在看生态养殖的一个指标 好不然我们现在来看文章 因为我们现在用药草企业 来看草药草的地方 我们种植黄花蜜菜 种植黄花蜜菜的基地 为什么要做这样不同的实验操作 因为我们现在是仿效这个 古时候人家为什么采药草都要去山上采药 因为在山上的环境比较干净 第二个是它是逆境 它草草都抹在一头旁 所以它没穿在那里头上 所以它没去收中金属 所以根系是跑土表的 所以这样中金属就不会上来 然后第二个它采收又干净 然后全营养 所有的有效成分都进去 这个是康轩的社会课本 四年级下学期这样子 都一定会读到我 所以未来我的儿子也会读到我 他就是入教材去讲那个养鱼达人 它怎么是用药草来养鱼 然后怎么去用做节能水测的开发 我们原本这个黄花蜜菜是用在做癌症行咬 它黄花蜜菜它本体就是脆草地 我们以前吃脆草地 说比较不够条件 其实我们现在弄清楚了 因为我们的皮肤也是不正常的发炎 所以黄花蜜菜本身就是可以做细胞发炎的镇定 现在我们添加在飼料里面来喂鱼也发现鱼 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 这是我们第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也很不一樣 然后我们把我们要烘的东西 药草啦一夜干就往里面送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这台神奇的机器 去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烘碗机的放大版 烘碗机也是会有 也会有紫外线灯做沙漆 那只是大型的一个器具 另外一个就是最大的特殊是 我们是节能的方式来做操作 不然你以前拍虚干还是都在外面 它就会有污染的问题 对 这就是当年我们去参加日内瓦发明奖的金牌跟银牌 然后这也很特殊 当年就这辆行水车就穿金又带银这样子 所以这些我们台乡所养出来的药草所养殖的鱼 我们现在已经有做成产品了 有我们有做成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生产养殖的方式养出来的 不管用喝优格长大的鱼 或者是吃药草的长大的鱼 就有一系列的商品出来 我大家给你小解决 因为这个萨肉鱼 我们刚才有去看这个製药草的地方 因为是吃药草大型 所以它就比较健康 也比较佣心 虚价健康 人价健康的一个量上循环 另外一个 我们有把这个肉拿去杜布莱茵做食品的验证 发现它吃药草的虚 它的营养隔壁比较高 虚价够两杯 虚价够六杯 所以你吃一只鱼 吃一只鱼 上去吃一堆 的营养隔壁 所以它是天然的 机能性的食品 这是我们用油草取材 撒肉鱼 跟人无缘的所在 这些机能性有营养的东西 你吃一堆就好 不可以吃一堆 吃一堆也是够胖的 接着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林宪萍牧师